台湾带用课程协会秉持着送爱到偏乡的精神 与热心工艺的亚洲美食天王陈宏携手 在疫情一再延宕下 人不放弃地一同送爱心到寿风国小 以在地食材彩绘出幸福的滋味 献给寿风国小的小宝贝 以及寿风乡的资深宝贝 师奶杀手陈宏以当地食材三酥黄金鞋 阿美竹野菜龙须芋头等 规划出了七道菜如阿嬷的芋头米粉汤等 带用课程创办人等一行人 从台北浩浩荡荡来到花莲 献给寿风国小孩子爱的礼物之外 并与文件站合作邀请老宝贝成为贵宾 陈宏亲自传送孩子手艺 一起献给老宝贝享用 因为我们寿风乡地区刚好是 无堵农业的起始点 那我们就用在地的一些农产品 然后带领孩子如何用真食物 来制作他们所吃的东西 对我们大概是刚好透过阿宏大师 来带领孩子怎么样去烹调 之后我们会有适去的长辈 会过来小朋友做出的食材 小朋友做出的食物 跟长辈一起分享 也让长辈分享一下 小朋友做出来的下午茶 当然像我们以教育部来讲 有祖孙 祖孙节 我们也期待孩子能够懂得去感恩 这个土地上为我们努力的长辈们 由台湾代用课程协会及寿风过小特别 在入秋之际邀请亚洲美食天王阿宏上菜 利用季节限定食材 为偏乡儿童与独居长者操办一场 创意养生笑午茶 阿宏上菜 永不厉害 在生活当中让小朋友慢慢的去养成一种操作的习惯 这一种经验值还有手感也是他们人生当中的仪式感 你会觉得其实很容易 对不对 代用课程的理念其实是我们一直希望可以持续的陪伴 我们所有支持的这些学生 所以我觉得在校长希望跟我们一起配合的前提下面 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回来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们他们是需要持续的陪伴 然后不是说我们来沾个酱油然后就离开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一直陪伴他们长大 带民间企业响应到花东重谷 台湾最美丽的大自然教室 学习田调采集在地好食物 并发挥厨艺创意传递爱与关怀 期盼藉由食欲的影响与国际接轨 让世界看见友善台湾软实力 记者林杰寿风箱采访我导